香港离婚数字高企 这个不单止是两夫妇的问题 也对小朋友带来深远影响 风雨同路人基督教单亲家庭事工 在2018年正式注册成为非牟利机构 早前就举行了成立奉献礼 其实他们的支援和辅导工作 在几年前已经展开了 依靠规模很少 但是和尚很大 要服侍的人很多很多 虽然我们规模少和尚大 但是我们的心智不小 我们相信上帝会用我们 去服侍这个世代 有家庭有需要的人 当初其实是因为我们 我们遇到一些小孩 在家庭利益的过程当中 他们被忽略了照顾 看到两个小朋友 一个十岁的女孩被人强奸 另外一个十一岁的女孩 都是要亲自解妈妈 就是自杀的妈妈下来 所以其实听到这些新的 这些口感的时候 心里面是很难过 所以我自己都求问上帝 我可以为这些单身家庭和这些小孩去做些什么 祈祷和凝聚了一帮弟兄姊妹 我们就在2015年的9月正式开始了这个小组 成立奉献礼当日 还邀请了多位嘉宾出席 分享了在圣经的教导下 对婚姻和家庭的盼望 方面圣经有些是帮家庭处理很多的智慧 有道德界线 还有说到神是很爱家庭 所以有困难的时候可以帮助 今天我其中一个很短的分享 就是说两个例子 一例子好像 旧约失婚的 或者没有老公的劳德 他怎样帮助他 就是再叫做家庭的蒙恩 或新约耶稣的家庭里面 有四个女士 她们有些是经历过失败 有些是複杂的关系 有些经历过艰难 四个在神的主权里面 都在耶稣家庭里有份 所以已经对一些有经历风雨的人 很多的盼望 教会要去处理单亲人士 离婚的人士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如果有机构可以在里面帮助 或者和教会一起成为伙伴合作 可以提供到一些资源 甚至专业的帮助 可以给到有需要的人士 在过去几年 风雨和路人已经帮助了不少家庭 和他们的子女度过艰难的日子 走出阴霾 而在这一天 他们更加可以站在台上 和大家分享他们的经历 三四年前 当我一开始认识风雨和路人的时候 其实我都是 一直求助心情 当时婚姻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心情也有点起伏 也都不是很知道自己应该可以怎样去面对 那时候偶然的情况之下 认识了风雨和路人 是的 都来到了 来到的时候 都有参与一些小组 访源 工作 还有 以及副度 还有是我 既然的 讲座 比如说 ồng 我們基督教的輔導 其實都很想去挽救婚姻 所以看盡方法 看他們有沒有彎轉 但如果你已經離婚 是一個單親家庭 即是說離婚之後 他們的創傷 還有離婚之後 那些小孩的照顧 大家的合作等等 其實都 有哀傷要處理 或者經濟上的問題 其實很複雜 很多事情我們要關注 基督剛剛起步 需要教會和社會的支持 一起以耶穌的愛 去陪伴、牧養 守護這些離異家庭 過度危機 每逢年 請進去 那些三郎 一會兒 是 夠了